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 本来一早想去菜场的 不知道有没有菜 要不今天去超市吧 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 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 本来一早想去菜场的 不知道有没有菜 要不今天去超市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你拿好吧 那是好像没有 多少钱已经要看一下 对 这个是这个小口包 哦 小口包 小口包 小肉 小肉 人家 要不忌云 一大小 您不忌云 是 请不吝点赞 您也可以 尝试 这个是日式饺子皮 蛮薄的 有点韧性 蛮好的 豆腐这里都有 新西兰 新西兰的 一块两毛煮一个 要么这个也买一点 我能买过的 这是我们中国来的香菱 八块酒 猫酒 那这是他们的价格吗 基本上我们中国有的菜 这里也都有 这些是散卖的 我因为很多时间不回去 我也搞不清楚现在中国什么价格 这上面全部都是公斤 这里都是买鸡啊肉啊的地方 三文鱼好像没有了 没有没有 在前面 今天没有 今天没有三文鱼 在那里 在那里 我看到了 在那里 在那里 我看到了 不多 好吗 还可以 家里边有两块 你要的话嘛 再买一点 废了一下 你拿的是什么 地址的 地址高盖 地址高盖啊 你时间看一下 哪这么多啊 这个东西要烂掉的 我跟你说 冰城的油很便宜 可能因为这里盛产中旅油的原因啊 好吗 哈哈,这大概就是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吧 不过这里的超市也的确有样好东西 就是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热带特有的植物香料和调味品 让我这个酷爱烹饪料理的主妇 学会了许多道口味浓郁的东南亚风味菜肴 另外,槟城还有两家中型的进口超市品牌 大多以出售国外的食物和调味品为主 以满足众多的欧美日韩国家人士来槟城定居养老的日常需要 哦,对了,提醒大家 大马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对于相信伊斯兰教的国民 饮酒和吃猪肉都是被禁止的 这些商品在Tesco有卖 但是会被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 所以大家来超市购物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尊重他们的风俗 在最后结账的时候 协助收银员扫描与猪肉相关商品的价格 因为对他们来说 是绝对不能经手这些食物的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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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